主料,鸡腿1个,油豆腐12个,辅料,植物油2汤勺,辣椒酱2汤勺,老抽1茶勺,生抽2茶勺,姜15克,香葱2个,味亚精2克,料酒1茶勺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主料,鸡腿,油豆腐辅料,植物油,盐,辣椒酱,姜,料酒,老抽,生抽, 香葱,花椒粒,味精,料酒,把鸡腿洗净些块,用生抽,老抽,盐,料酒半均匀腌制30分钟,姜鞋片,香葱切末,石锅底部铺上姜片,花椒粒,夹炎制好的鸡块,加水满过鸡块,加植物油,大火烧开,加辣椒酱半均匀,转小火煲20分钟,加油豆腐再煲15分钟左右,直到鸡块熟透, 撒上香葱末,加味精,均匀拌均匀即可,烹饪技巧,极块的腌制的时间就有一些上晒好看了,煮开后,撇去浮沫,烙椒酱也可以化成豆瓣酱或者不佳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